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365个八字案例第18节课 八字看婚姻感情的第二部分 那么我们这节课要分享的是影响一对夫妻 他们两个婚姻感情的几个因素 第一个,婚外恋怎么去看 就是结婚以后,你的配偶在外边又有了其他的情人 第二,夫妻两人感情不和睦的信息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第三,有的八字会看得出来他的配偶很早就去世 对吧,这也影响一个人的婚姻幸福 也可以从八字里看出来 第四,不想结婚的信息 就是有些人他很排斥婚姻,不太想结婚 第五,同性恋的信息 同性恋的话也会影响婚姻的 还有性冷淡 夫妻两个人性生活不协调 从八字里也能看得出来 那我们首先来分享 第一个,这个婚外恋 这个影响夫妻感情的一些信息 首先要明白 在一个男人的八字当中 正才代表自己的妻子 偏才代表自己的情人 那么如果在他的八字的本命里边 有正才又有偏才 这样的混杂 特别是正才先出现 然后在后边又出现偏才 这代表什么呢 他很早就结婚了 对吧 那他结婚以后又有偏才 那在外边就会有其他的情人 那女同志 以正观为自己的老公 对吧 以妻杀为自己的情人 那么正观妻杀太多 正观先出现 妻杀在后边 也代表了结婚以后 可能在外边会有情人的信息 我们来找一个八字案例 来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我们来看 在这个八字里边 我们首先要知道 一个字大概代表九年 那么它是按照这样的年干年之 月干月之日干日之时干时之 这样的顺序在进行 那么在年柱出现了一个偏才 这代表了他的早恋 是吧 这一柱是代表了18岁以前 那就上学的时候 是早恋 而这一柱的正才 那就代表了他结婚 大概在20多岁的时候 就结婚了 因为正才 这是个男同志 正才代表他的老婆 那么你接下来 你再往后边走 你看走 走到这的时候 他就有出现一个偏才 这个偏才就代表了 他在外边又会有情人出现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他的意思 正偏才混杂 就是既有正才 也有偏才 那么他的这个正才出现的早 在正才的后边又出现了偏才 就代表他在后边还会出现这个情人 那女同志就以官杀为情人 我们来看一个女孩子的八字 那你看按照刚才那个原理 大家都多少明白一点了 你看在这里出现了正官 十几岁出现正官 有什么用呢 他顶多也就是早恋而已 这个是结不了婚的 但是在后边一直出现七杀 每一柱都有七杀 那么他可能在这一柱 这个七杀性就代表他老公了 在这一柱就二十多岁的时候就会结婚 当然他结婚以后又出现了七杀 这些七杀都是女同志出现情人的一些信息 这就是叫男命财财混杂 女命官杀混杂 特别是正财在前 偏财在后 女同志是正官在前 七杀在后 代表了结婚以后会在外边婚外恋 可能会出轨 这样的一些信息 然后结婚以后八字缝合化 就是这合化了什么呢 男命合出来的正财为自己出轨 女命合出来的正官为自己出轨 那你要知道 看什么时候能遇到自己的配偶 其实就是看八字的合化 我们随便来举例 就还以刚才这个例子吧 那他是认水 什么是正官呢 克他的土就是正官 对不对 那什么能克土 你看甲己可以合土 对不对 子丑可以合土 那么也就是说在流年 我们举例他三十多岁以后 好走到了这个子丑 好认子年 三十五岁 子丑合土 是不是合出来一个正官 合出来的正官 那代表这一年 他就在外边会出现一个情人 那他的甲己 就是天干见到己 这个字 又会合土 你看 走到这一年 甲遇到了己 甲己一见 合为土 土又是他的正官 所以结婚以前 如果你的八字 不管天干地支 只要有一个字 只要有一个字 跟流年合出来了一个 男人合作了一个正才 就会遇到了自己的老婆 但是你结婚以后 又合出来一个正才 那就代表了结婚了以后 外边又遇到一个喜欢的女人 可能会出轨 那么女同志也是一样 她的大运流年 那在二十多岁 这个失婚的年龄 适合结婚的时候 如果他的八字出现合化 这不管哪个字合化 他只要合出了正官 就是代表遇到了自己的一中人 但是结婚了以后 他的八字又出现了合化 那就是代表了自己出轨的信息 第三 夫妻公逢暗和 这个暗和 很多的八字学派是不认可的 但是据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来判断 夫妻公暗和 还是有一定的验证率的 夫妻公逢暗和 那么为配偶 偷偷有相好的 这个在外边发生 不会让你发现 比如说紫寺暗和 紫寺为什么暗和呢 因为你看紫中藏鬼水 而寺里边藏了一个雾 雾鬼和 对不对 雾鬼和 他俩偷偷的暗和 这个天干 是不是有个雾鬼和 那银武和 银武 啊 武中藏丁戟 就是甲戟和 你看银中藏了甲 武中藏了甲戟和 四有和 这个有中藏心金 四中藏丙 丙心和水 是吧 所以这就是丙心和 某身和 是某中藏乙木 某中藏乙木 然后身中藏耿金 以耿和化 就是天干的和化 这个叫偷偷的暗和 武害和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 武呢 藏丁戟 而害藏刃甲 你看丁刃是不是和甲戟 是不是和土啊 所以 他们也是偷偷的暗和 当夫妻宫啊 出现暗和的时候 我配偷偷的 有相好 不会让你发现啊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跟你讲啊 每一个人在结婚以后 都有可能出现 有出轨的信息啊 都是有可能出轨的 所以大家要摆平心态 这个事情不是你做出的 是因为你 可能结了婚以后 还会走陶化运呢 你在陶化运会有异性 主动的联系你啊 那你如果经不起诱惑 那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啊 在外边又有想好的这种事 如果再发现啊 命主来找你 他看你一看 哎 前几年 他的这个夫妻宫 是吧 在外边出现了暗和 那你就知道了 他老公在外边有相好 但是劝和不劝分 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直接告诉对方啊 可以用一些暗示啊 比如说啊 就算知道了 他的老公在外边有相好的 你可以劝这个女主 是吧 可能 你的老公啊 前辈子欠这个女人情 这个女人对他很好 你的老公啊 伤了他的心 这辈子你老公就要来还他这份人情啊 那你逢到流年暗和 他就是一年两个人啊 相好 第二年就分手了 那你如果 是大运的话 就是五年啊 那你要劝这个女主 你说你老公欠他的 上辈子欠他的 这辈子要来还他的情啊 他俩把这份情给还完了 两个人就分开了啊 这样这个来找你算命的女主啊 内心就会好受一点啊 那也第四啊 男女八字 帝之带的子五毛友太多 因为子五毛友为四桃花 子五毛友太多的话 他这一生 也就是说桃花之士会非常之多啊 那么他这个也是容易有外遇啊 真的有这样的八字 帝之全都是子五毛友啊 我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帝之子五毛友四个全都有 子五毛友本身就代表桃花的信息 那么他的帝之子五毛友太多 像这样的人呢 一生他的这个桃花运非常之旺 所以呢 他就这个容易在外边会有这种叫桃花之士发生啊 你另外还有第五 男命正才干之被和 就是他的八字啊 在哪一个干之上有一个正才 在大运流年出现了这个被和化 被和化呢 这个代表了他的老婆在外边啊 有外遇或者是没结婚的话 出现这种正才干之被和 属于叫女朋友被人抢夺的一项啊 然后女命正观啊 他的干之 有个天干地之 有个正观啊 在大运流年遇到了和化 代表他的老公有外遇或者男朋友啊 在结婚之前如果出现正观被和 代表啊 男朋友被夺的一项 然后第六配偶的八字 大运流年逢桃花啊 这个桃花神煞在咱们前面三个小时学会看八字的课程里都有讲啊 桃花神煞主要是看两个一个是看自己的夫妻公这个 公卫还有一个公卫还有一个看啊 年支这个公卫 年支这个公卫呢 叫事业桃花啊 也可以叫社会桃花 一旦在这个大运流年啊 年支缝了桃花年啊 桃花运 那么他就在事业上会有很多这个人喜欢他取得比较大的成就 而这个夫妻公逢到了桃花代表了他自己男女之事啊 会有桃花运 那他的查法是怎样呢 申子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公卫申子臣包含了有其中任何一个见到有的大运啊 有的流年他就会做桃花啊 大运是一次走这个十年的桃花对吧 这个流年桃花是指这一年啊 做桃花运 那么亥卯卫这个公卫有亥卯卫 见了子就会走桃花运 四有丑 见了五啊 就会走桃花运 那云武虚见了卯啊 那他就有桃花运 那你看他这里是个丑 那就归到了四有丑 这个三合局啊 那么见了五五为桃花 那也就意味着他在未来啊 比如说你看这三十九岁到四十九岁这个运啊 那他肯定已经结婚了 对不对 结婚了那他的这个见了五这一年 他就会有桃花啊 这一年没有五啊 那就看这啊 你看五五 然后走到这一年的时候 这个男同志就走桃花运 这这一年他就会有特别多的 这个女人呢 就联系他啊 就主动的跟他约会 人走桃花运就是啊 会有这种异性来联系你啊 你看他走到了耿武耿武这个武可是代表了这个大运的这个大运是十年他在这十年里边都走桃花运就会不断的有异性联系他那你这种啊就是巴子里边大运流年逢了桃花他就会走桃花运那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啊出轨的一些信息啊这节课的课程有点绕啊啊 这个有的是看自己的八字看出来自己的配偶啊出现外遇有的是看自己的八字就看出来自己在外边有外遇这里是有一些不同的 我再重复一遍希望大家能够啊这个搞明白啊搞清楚 然后男命才才混杂女命观察混杂这都是看自己的八字啊看出来以后会不会有情人啊 那你男命啊他的八个字合出了冯和画合出了政才啊就为自己出轨女命合出了政官就为自己出轨 这也是看自己的八字啊然后这个可不一样了这是福气宫冯暗和代表配偶出轨啊你的福气宫如果冯暗和代表你的配偶会出轨啊这个是跟上边不一样的上边这两个是自己看自己的八字什么时候出现在外边啊有桃花啊有艳遇 那你这个可是你看你的福气宫来看出来你的配偶什么时候有艳遇啊 男女八字低支子无毛有太多这也是自己看自己的啊 然后这个男命正才干之备和代表老婆有外遇啊啊你可要明白啊这个是看自己的八字 看出来自己的配偶是否有外遇啊然后这个配偶的八字就说他茶桃花这个也是代表了自己的八字啊所以你要搞明白第五个第三个是看自己的八字看出来配偶有外遇其他的124 这个六是自己看自己什么时候出现外遇你可不要搞混了影响 婚姻的几个因素第二条啊夫妻感情不和睦的信息啊男同志啊他的才为他的继兄啊 然后夫妻公五行也为他的继兄啊在上一节课我们讲过了这个关系 如果男同志才为继兄的话代表夫妻感情不幸福啊那夫妻公又是继兄代表得不到夫妻家族的帮助啊这都会影响到夫妻的感情 对吧那你女同志一样啊女同志正观为继兄夫妻公的五行也为继兄啊也会影响到夫妻的这个感情关系 然后男同志的八字在日之这个夫妻公这个工位有结财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假设 假设在男同志的夫妻公这里边其实是藏了一个正财的软件上不显示 那么这里落了结财呢他是不是就是正好是刻正财的 所以这个就是男人他的七星被刻叫七星无力之相啊七星的能量不够了 所以也会影响到夫妻的感情 那女同志那个日之夫妻公里边藏了什么藏了正观呢 什么刻正观商官刻正观 所以在女同志的日之夫妻公有商官啊也是古人说啊是女代商官必骂夫啊 叫日做商官必克夫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那另外男女啊她的日之里边只要有商官有偏意都代表夫妻不和睦的信息 商官代表什么两个人总吵架啊啊扣舌不断纷争不断 那有偏意代表什么呢 偏意代表两个人不开心嘛 所以不管男女啊只要日之夫妻公里边 做了商官还有偏意都是代表夫妻不和睦的信息 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到离婚的啊 他只是两个人不和睦 很多人都是吵吵闹闹一辈子 最后还是白头到老啊 有的人这个夫妻公啊男命夫妻公周围这个五个字啊 哪五个字呢 你看夫妻公周围不就是这几个字吗 是吧 劫财过多 那也是这个把政才把夫妻公里边那个政才给克制住了 政才无力之相啊 夫妻缘分不够啊 也会影响夫妻关系 然后女命夫妻公周围五个字 商官过多啊 克制住了 夫妻公里边暗藏的那个政官 所以也会影响夫妻关系不和睦 影响婚姻的几个因素 第三啊 会死配偶的八字的信息啊 比如说夫妻公严重受伤 日志周围五个字都是克西号日志的五行啊 我们拿一个八字案例给大家看 这个其实以前都给大家看过了啊 你看这是一个女同志 他的这个夫妻公啊 是一个火而全盘没有这个来生住夫妻公的啊 没有来生住火的能量是吧 几个水来克火 然后火要去生土 火又要去克金 全部都是消耗夫妻公的 所以夫妻公叫严重受伤 那么当时他来找我 我就断他老公死在了水里啊 因为这个水包围了他的老公 他老公是后来据他反馈 是游泳淹死的 所以这种呢 就叫夫妻公严重受伤 那什么时候死老公呢 他走到这个公位的时候才会死老公 那这个公位就代表了这个四九三十六啊 这是三十七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啊 老公会去世 对吧 那么 然后多个地支行冲 害夫妻公啊 这个破的力量太小啊 这个夫妻公 多次这个又缝冲又缝行 或者几个去冲啊 夫妻公 那你这个夫妻公就受伤很严重啊 他就容易这个夫妻啊 他的这个伴侣就容易这个很早 年年纪轻轻就去世 这都是克夫妻的这种意象啊 因为我没有找到这种啊 多个地支行冲夫妻公的八字案例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类似的案例 让大家方便去理解 啊 大家看他这个八字呢 尘虚相冲 但是是三虚冲一尘呢 三虚冲一尘 这个尘可是他母亲的宫位 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母亲就去世了 啊 因为我没有找到多个地支啊 来一起冲夫妻公的八字 如果大家遇到的话啊 那就是意思说这个尘啊 跟这个须换了换位置 那尘虚冲 三虚冲一尘 把他的夫妻公这个尘给冲坏了 这就叫多个地支行冲 害啊 夫妻公 那么也是自己的配偶会很早就去世的一些信息啊 就是克配偶的信息 那你另外 男人在十支落了结财 这个就代表晚年老婆比自己先去世啊 因为咱们知道 政财代表自己的老婆 而在十支代表的是自己五十多岁 一直到晚年的这个信息 那么在十支落了结财 代表他老婆先去世的信息 女同志在十支落了商官 代表晚年老公先去世的信息啊 第四 不想结婚的 这个八字 月支或者年支冲日支 就把夫妻公给冲受伤了 那他就很排斥婚姻 不想结婚啊 然后男同志的八字 没有财 没有正财 没有偏财 这个就是俗称的和尚命啊 他就见了女同志 他不会说话 不会表达啊 那所以这个 他跟自己的妻子没有缘分啊 有的还好 可能正财偏财出现在 这个实住啊 他也会有结婚 只不过结婚晚一点 但是就怕正财偏财都没有啊 这种跟自己的太太缘分太浅啊 所以就不想结婚 包括女命啊 八字没有官杀 这大家都能理解意思 因为官杀为女同志的老公啊 一点官杀都没有啊 那你他就是不好结婚啊 不好找到配偶 然后年住月住啊 男人有正财 但遇到多个比肩结财 因为年住月住的这个公位呢 是代表了少年跟青年 那在这里有正财 那本来他是应该会有自己的太太出现的 但是在年住月住又同时出现了多个比肩结财 来克制这个正财 就把本来是他老婆的 两个人都谈婚论嫁了 但是最后又分手啊 那这个是一样 年住月住啊 女人有正观 但是遇见多个伤官 食神 食伤都是客观的 就把这个正观给他克走了啊 那就也是没有缘分 另外同性恋的信息啊 前面讲过了四柱唇婴或唇阳啊 他的性取向容易出现问题 然后性冷淡 这个也是影响婚后婚姻的几个因素 如果两个人都是性冷淡还好 一个人呢 如果欲望很强 是吧 那一个人性冷淡 夫妻性生活不协调 也会影响到两个人婚姻 那怎么去看呢 这个夫妻工作了食神啊 这个食神这个公位代表了什么呢 食神这个公位就代表了一个人的这个胯部屁股 是不是生殖器官也在那里 那这个食神代表了喜欢玩 那如果这个夫妻公做了食神 他都代表他很喜欢性爱之士 但是什么克食伤呢 印克食伤 对吧 所以夫妻公做了印的人 他就不太喜欢这个性爱之士 然后阅令做正印的人也是啊 性比较冷淡 但是带了正印有带正印的好处 这就是相生相克 占了一样东西必要损失一样东西 我给大家看一个八字 一分析你就明白了 你看这个人在他的年注和月注都有大量的正印 包括这个阅令是正印 那你知道阅令是正印 这个代表他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学习成绩很好 这个人是非常高的学历 但是这么多的正印 可是克食伤的呀 正印把食伤给克了 所以他的学历高 他的这个啊 对于性爱方面啊 就比较这个缺乏一些啊 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你都可以判断出来 他对性爱之士不是很感兴趣啊 这个有也行 没有也可以啊 他不是很 这个非常喜欢啊 喜欢到上瘾那种程度啊 所以大家明白啊 这个有的人呢 年注月注没有正印啊 到了十注才有正印 那你十注可以辐射到日注 也就说到了三十七八岁以后才开始喜欢学习 青少年时期都学习不好啊 那你有的人为什么学习 天生就是学霸 因为他在年注和月注带了很多正印啊 那他就是学霸 但是学霸都性冷淡 然后还有一个水主肾啊 水代表了五行 是代表了人体的肾脏 水如果带了一到三个啊 在八字里边 那代表肾功能很强 他就喜欢性爱 如果八字中水太少 他的肾功能就不太好啊 所以不喜欢性爱 这个大家到时候看出来了 也不要说 因为不管男女 你不能说人家肾功能不好 这个是忌讳 对吧 啊 等到婚姻片讲完 我准备举办一次网络直播啊 给大家这个讲和更多的案例 现场帮大家断八字 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帮大家更好的理解夫妻婚姻的关系 哦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